這個話就把它轉過來對不對 那怎麼樣轉過來特別注意 你就是直接第一個 先用旋轉 按下旋轉之後它叫你要選物件 那選取的時候特別注意 選取有兩種選取 一種是實現的選取 什麼要實現選取 你會發現現在是實現的虛線 實的話就是說你要整個選取 整個選取才算有選取到 整個要框起來 比如說你現在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全部框選到 沒有的放開沒有東西選取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選取 實現是全部選取才到選取 所以因為我要選擇什麼 選擇是裡面的這 旋轉外面不用 對不對裡面要嘛 這樣子你會發現有沒有選到 有嘛對不對 另外有一種是虛線的選取 實現是從那個什麼 實現是 從左上到右下 另外一種是右上到左下 你會發現 那個線段有點不太一樣 我選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 是什麼 虛線 虛線的話 你這樣選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虛線的話就是 碰到就算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如果要旋轉 現在旋轉 他問你要選取物件 如果你的實現是 這樣 如果你虛線的話在裡面 碰到就算 碰到就算 虛線是 碰到就算 放開 這三個就可以 了解意思 實現是全部要選到 虛線只要碰到就算 這個很重要 一個是實現 一個是虛線 虛線是碰到就選到了 OK 那我們選這幾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 已經 他第1個先選 旋轉 第2個先選 裡面這5個 對不對 選完之後呢 就按Enter 因為呢 他問你說 你的物件在哪裡 選好按Enter 告訴他 我選到了 接下來他問你說 請問你的基準點 因為一個旋轉 一定要有個基準點 不然的話 不知道怎麼轉 所以基準點在哪裡呢 基準點在中間這一點 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呢 他問你說呢 請你 指定旋轉的角度 或 複製 特別注意這邊請你 多按 這個 這邊有個複製 請你優標先放這裡一下 因為我旋轉過去之後呢 如果我沒有 告訴他要複製的話 他就轉過去 上面就不見了 所以 我們要多按一個 在這邊點一下 輸入什麼呢 C 有沒有他這邊有告訴我們 複製是C 你按下C之後按Enter 告訴他說 我除了要旋轉之外 還要複製 CEnter 然後呢 再來就怎麼樣呢 角度告訴他幾度 旋轉 加複製 多少 180 對 180之後的話 Enter 有沒有看到 就完成了 這個圖形 了解意思吧 我再把重點再一次 這邊最後我用那個旋轉對不對 然後呢 我用10星的 從左上 10的 這樣選 選到對不對 選到高中 我選到Enter 基準點在哪裡 就中間這一點 點一下 然後呢 CEnter 因為我要複製 CEnter 然後幾度 180 Enter 好 那最後的話 如果要做出來 跟我們這個講義裡面一樣 上面不是要尺寸對不對 你可以標一個什麼 標一個直徑 那怎麼標直徑呢 最後這邊有標柱 標柱什麼呢 直徑有沒有看到 標直徑 點一下 從哪一點呢 從 這一次 標柱裡面有那個 標柱直徑 那直徑的話呢 他問你說你要選一個 選一個 選一個圓 那就選了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個 標出來如果你用直徑的話 他會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說要標出來 可以跟那個我們這個講義裡面一樣的話 請你用另外一個 標柱裡面有一個叫做 叫做線性的 線性 線性的話一樣從四分點 到四分點 其實也是焦點 他們的焦點 往上拉 點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 70就出來了 但是 前面還需要一個直徑的符號 那 直徑的符號怎麼標出來的 我想 這個後面還要再跟各位講 所以 請各位先把旋轉的部分做出來 然後簡單的標一下 大概這樣就可以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大概今天講 一題我想就開個頭 應該一題大概就 就已經飽和了 OK 那 回去